大家好,我是铁头 今天准备了半只三黄鸡 配上两根腊肠来做到好吃的 先把三黄鸡洗干净 切成块 切少匙姜丝 切好,加到鸡块上 加上适量的盐 少许老抽 来点蚝油 胡椒粉 再来点花生油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腌制20分钟 准备两根腊肠切片 准备三个泡发的香菇和红葱头 香菇切片 葱切碎 把腌制好的鸡块 摆入盘中 把鸡块铺平 加入葱碎 香菇 香菇 再放入腊肠 锅中烧开水,把鸡肉腊肠放进去 盖上锅盖蒸15分钟 好了 时间到 少量点葱花 这道鲜香味美的腊肠蒸鸡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吃一下 大家好喜欢 今天我们的香菇 辣肠鸡 小鸡肉腊肠 真美味 你看我这个 等一下 小鸡皮菜 我要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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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铁铁骨子回不了